直銷那個做多久 沒有那個就一陣子一陣子 能代購得到嗎 李妍錦砸千萬首歌屋 對岸兼拆直銷最高月入十萬 曾是華裔美後亞軍的李妍錦 讓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是 我沒有打他 他和溫獎戶案過了兩年多 近來在台灣橫哨曝光 25號錄影透露 自己在台北官房商場附近 買下15坪的一千多萬元套房 每月貸款3萬8 未來打算當包租婆 那妳那個什麼 電商那個做多久了 電商 其實我這個商品我做了一陣子之後 我的庫存全部消完了 那我就 就不錯 但是就是有人跟我進入 進到我就 不是喔 就是他 他跟我進入去賣消費者 可是消費者沒有收到錢 可是他就不關我的事啊 我就那個 那是我們在前期啊 喔 這很像 說了大陸電商 李妍錦還在台北開慈心酒館 月收入最好是有10萬元 但都沒疫情風光 讓他有限入檢 改掉泡夜店習慣 在家當宅女 每個月開銷縮減到3萬元 娛樂棟新聞報導 沒有人幫你動啦 有家看我送 跟我們白頭照 最有料的 有個看的送 好空地抽 我們現在出城堅持 做一個朋友